修复一段影像 跨越时空观历史 欢迎观看本期的《探影局档案》 本次修复的是 1932年5月28日 在苏州城内举行 淞沪抗战阵亡将士追悼大会的真实影像 原计划是于5月20日 在苏州举行追悼会 定名为19陆军抗日阵亡将士追悼会 但参会各界代表 纷纷表示20日过于匆忙 晚品尚未备好 因此纷纷致电蒋光奈 蔡廷凯要求推迟一点时间 经商议决定延期至28日举行 刚好作为战争爆发4个月纪念 同时追悼会也更名为 《淞沪抗日阵亡将士追悼大会》 以此告慰在此次战争中 同样付出牺牲的友军 5月19日 国民政府行政院即向全国颁发号电 第19陆军定于本月28日 在苏州举行追悼 《淞沪抗日阵亡将士大会》 时日全国应一律下半旗一天 以致哀悼 养及赤鼠一体遵照 另外 孔祥熙 段熙鹏 李继深 居正 方觉慧 焦一堂 陈一等南京首都各机关团体 各军驻京办事处代表400余人 也于5月27日下午4025分 抵达苏州 让我们跟随镜头 穿越到87年前看看吧 不忍达 咿 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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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